吴燕妮 她在运动场上大放异彩 获得2023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女子100米兰决赛冠军 欢迎你的到来 有请签名留影 那燕妮未来有没有一些计划 可以在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计划就是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然后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进入到世界前八的水平 对 进入决赛 但是呢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确实是比较劣势项目 所以说还是稳扎稳打吧 因为比完亚运会之后 我们也有 我和教练也有比较完整的一套体系 就是为这次的东循做准备 好的那也是 燕妮好好加油 期待你的好消息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吴燕妮在国内彻底被污名化了 只要是关于她的新闻 不管三七二十一 留言板都是一大堆讥讽谩骂 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吴燕妮的技术特点和专业能力 而世界田连最新数据显示 吴燕妮是女子100米蓝技术最好的选手 当然这只是数据 数据最客观 但数据不能说明一切 世界田连数据显示 吴燕妮技术世界第一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数据说话 用跨栏速度减去平跑速度 这个数值就是蓝上速度 蓝上速度越快 技术也就越好 换句话说 工蓝损耗的时间越短 这名运动员技术也就越精湛 根据世界田连提供的女子100米蓝数据 个人100米蓝速度 减去100米平跑速度 数值最小的就是吴燕妮 吴燕妮100米蓝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秒76 来自今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100米平跑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秒11 是去年跑出的 工蓝损耗只有0.65秒排名世界第一 吴燕妮工蓝损耗少于世界冠军 市井赛冠军 最开始选财的时候 吴燕妮就被认为肌肉质量不好 爆发力频频 但这位练舞蹈出身的小姑娘 节奏感和协调性极佳 可以说天生为跨栏而生 尽管100米平跑速度12秒11比较平庸 但凭借最少的工蓝损耗 可以标出12秒7级的成绩 而亚运会全运会双料冠军林雨薇 100米蓝最好成绩12秒74 100米平跑最好成绩11秒57 工蓝损耗达到了1.17秒 这个损耗稍微有点多 让我们再看看女子短跨超级巨星的记录 冬季奥运会冠军 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多黎各名将奎英 100米蓝最好成绩12秒26 100米平跑最好成绩11秒22 工蓝损耗1.04秒 世界纪录保持者世界排名第二的尼日利亚盟女 阿姆桑 100米蓝最好成绩12秒12 100米平跑最好成绩11秒10 工蓝损耗1秒02 市井赛冠军亚迈加选手威廉姆斯 100米蓝最好成绩12秒32 100米平跑11秒24 工蓝损耗1秒08 数据不会骗人 吴燕妮0.65秒的工蓝损耗 不但遥遥领先于同胞林雨薇 而且比奎英阿姆桑为首的跨篮传奇人物还要好 吴燕妮的工蓝捡刀腿和偶像刘翔如出一辙 时机和角度恰到好处 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几乎没有出现过打篮失误 在新华社的纪录片里 吴燕妮追求和蓝价恋爱 某种程度上 她确实达到了这层水煮交融的境界 吴燕妮豪言 巴黎奥运会近前八的底气何在 前一段接受采访 吴燕妮说巴黎奥运会目标前八 没想到却被网友群嘲认为她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吴燕妮奥运几身决赛的底气 就在于对于自己技术的精湛程度有信心 如果能够提升平跑能力 那就还有潜力可挖 记者了解到 吴燕妮已经有巴黎奥运前到欧美拉链的计划 这有助于她感受世界顶级大咖同场竞技的比赛氛围 吸取一些欧美平跑的先进理念 提升核心力量和心肺功能 就像苏炳天遇到美国教练兰迪那样 脱胎换骨 公允地讲 吴燕妮的平跑是非常糟糕的 不可能一下子提升到孙海平指导所谓的11秒5 刘强恩师认为 中国女子短跨平跑11秒5 才有可能与欧美近敌抗衡 因为相比于强调技术的男子高篮 女子低篮更强调平跑 但吴燕妮只要达到11秒80左右 她对应的跨篮成绩也能提高到12秒4级 这将是相当恐怖的 要知道今年世锦赛的冠军成绩不过是12秒43 吴燕妮不是拿来吹捧拔高的 但更不是拿来践踏贬低的 请公允地评价每一位运动员 特别是不要因为对他们的某方面不满 就否定他的另一方面